他是末代皇帝普遗的亲弟弟 普遗 虽身份显赫 却命内独传 他经历放弃背叛 远渡平洋 他陷入日本阴谋 重叛亲历 他为何打破解军 去日本女人为妻 他又如何在纷乱的年代 守护自己的家庭 与妻女分别16年 最终无否团聚 麒麟卫士家世 即将为您讲述 皇权龙照下的皇帝普遗 1921年的一天 端康太贵妃 将溥仪的亲生父母 祖父一大家子 叫到了紫禁城 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原来溥仪出言顶撞了端康太贵妃 端康太贵妃 这个名义上的皇额娘 拿年幼的溥仪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好把溥仪在紫禁城外的真正家人 叫进宫里 逼他们 让溥仪跟自己认错 溥仪的生父是纯亲王在封 曾是大清摄政王 端康太贵妃 也就是锦妃 已故光续帝的妃子 此时溥仪已经训位多年 但是围绕在小朝廷中的权力争斗 仍旧不断 端康太贵妃 一直想效仿慈禧太后 独自掌控小朝廷 掌控溥仪 老爷 这端康太贵妃真是太胆大包天了啊 竟然逼我们让皇上给她道歉 这要是老佛爷和龙玉太后还在世 哪有她说话的份儿 这个端康太贵妃 确实是越来越不行了 大清朝都没有 她还想着过一趟 今后恐怕咱儿子在宫里的日子不好过呀 他这是要造反吗 我们好歹也是皇上的亲生父母 您还是曾经的摄政王 这要是论起身份地位来 不比他这个在先帝身边不得宠的妃子要高多了 他有什么资格教训皇上教训我们 这眼里还有没有一点祖宗家法了 哎呀 你就别说了 今天你还嫌没被骂够啊 现如今的大清 已经不是先祖们在世的大清了 谁还把我这个摄政王当成摄政王呢 谁还把咱们的儿子当成皇上呢 你真是太没用了 就是因为你这样胆小怕失的性格 才让警妃骑到我们头上来的 蒲杰 你以后可别像你阿门那么没出息啊 住靠 事后 蒲医生母越想越气 越想越觉得这是奇耻达了 所以索性拿了块鸦片 对着水吞了下去 吞完鸦片后 蒲医生母拉着蒲杰 在纯金王府里做最后的巡视 当赚到差不多时 他的两眼也开始发直 只听他对蒲杰说 你哥哥是大清的皇帝 你要帮助哥哥恢复祖艺 别像你阿玛那样没有出息 说完不久 他就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